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我現在是在屋頂上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什麼花呢 介紹一種蔬菜的花 因為已經太老了 然後也開始開很多花 然後也有一些種子 我就特別要來介紹一下 然後這種蔬菜是在冬天會長得很好 那我也種過幾次 那是什麼菜呢 芥菜 我想說這個季節 那個菜市場都看得到啦 那我家也有種一些 那現在開了很多花 表示它已經老了 那我想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個芥菜的花長什麼樣子囉 這邊各位看似乎在這邊很多 然後它的花是黃色的小花 然後它的種子長什麼樣子呢 然後它的種子長什麼樣子呢 很多我就隨便抓 抓一個最大把的吧 這邊 來給大家看一下囉 有風 有風的話就搖曳生枝 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芥菜的花 開的滿滿的都是 那至於種子呢 哇 種子也是多到下屎 這個都是種子 各位看這些全部 一條一條一條的就是種子 然後這邊也是 我們把它弄開這樣 你看這個都一二十串的 那個一條條的種子 然後裡面很多 一粒一粒的嘛 然後現在應該是還沒有完全 成熟啦 那就說先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一般大家都是在市場裡面 看到那種 那種芥菜嘛 然後人家不可能讓你看到 開花的樣子 那我們家剛好就是有種 然後大家順便可以看一下 這個花 如果種得滿滿的話 應該也很漂亮 對 可以當風景 然後 欸搞不好也可以剪下來擦枝 那因為太老了也沒辦法吃了 我們家那時候記得買了 一二十顆的芥菜苗嘛 那其實芥菜苗都非常便宜 那時候在南部買的話 大概一顆大概一塊半 北部的話可能會稍微貴一些 然後這個芥菜其實雖然有點苦 把它燙一燙拿來炒 加些薑絲或是一些干貝 這樣炒都是非常好吃的啦 那 那 樓上這部分的都開花了 樓下的是還沒有開花 那就覺得這個花很漂亮 不趕快欣賞 也許 過一陣子就凋謝了 那凋謝就變成剩下的種子了 那 今天就說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家的芥菜開的花很漂亮 幾乎都開了 好幾顆耶 四五顆都開了 六顆 對啊 因為當初這個住在寶特瓶裡面嘛 裡面也有種那個紅地瓜葉嘛 還有本身那個芥菜也是很大顆 所以主力真的是 有的開的比較慢 對 不過都會開啦 喔 全部開了耶 就表示老了也可以整理了 對 倒是地瓜葉長得還不錯 那就把它全部來收種子就算了 對 那就過一陣子來收個種子吧 對 那現在種子還沒有成熟 我想說等它完全成熟以後 就來把它整理起來 也許下一次要種 就可能不用去買苗了 其實撒種子也是蠻方便的 菜苗嘛 有時候你要去買 也不一定買得到 或是要到比較遠的地方買 有時候你也沒空 所以如果說把種子留下來 也許你下一次要用就有了 對 那今天就特別來為大家介紹 我家的芥菜花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回再見喔 掰掰